你准备好了吗? 音乐也蛮疗愈的 但是名字却那么的特别 要不然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这个金记 它其实是一个日本的名字 对,它是金色的金 然后继续的记 对,然后它的意思 其实是以金子来成记 什么意思呢? 对,就是我们以前日本 我们看到一些破碎的碗盘 或瓷器 然后日本的工匠 因为通常就会把它拿去 想要丢掉 但是日本的工匠 就会拿漆 把它混着金粉或者是银粉 然后把这个破裂痕的地方 把它补起来 哎呦,又变很漂亮耶 对,它就变成一个工艺品这样 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技术 又再把它修补起来 对 但是又变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这样 对,然后那个补的地方 等于就是这个物件 本身历史的一部分这样 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概念 就把它拿来写 就是关于人际关系之间的裂痕 是,裂痕 如果有金粉可以修补就好了 对啊 但是,事实 其实有点难 所以就觉得很希望透过这首歌 让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金粉银粉 去把那个裂痕把它补起来这样 哦,原来如此 所以你看哦,听众朋友 我们在了解了一首歌 然后呢,你又知道它背后有那样子的一个 蛮特别的这个意义 你听起来那感觉又更不一样了 好,那这个Mark,你来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刚才讲 放着好好的生技公司的这个高薪 因为啊,现在呢 那个 卫福部又在叫人家打针了 又有一个什么新的疫苗 就是新冠的变种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这几年啊 生技啊 其实就是产业很好 对,很汤很汤 对,那为什么我会从这个生技类的跑过来呢 对 就是啊,想不开啊 没有啦 还是你钱太多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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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这回事 就已经赚饱了 没有,我还是一个小小菜鸟而已 就是觉得说音乐对我来说 我觉得透过音乐我可以把很多 透过创作的词曲 可以把很多东西留下来 我觉得比起好像我去这间公司 留下,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我觉得透过歌曲好像更有意义一点 明白,明白 所以你应该是从以前就还是很喜欢音乐 就不愿意放弃这样 对,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 就前面就出单曲 谁叫你以前他会读书 我觉得是考验好吧 真的真的 谁叫你以前他会考试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就是说不是他会考试 不是他会读书 可能找就是也就想说 好吧,那我就往我喜欢的地方 偏偏又还蛮会考试的 对,读到研究所 然后就,诶,怎么就跑一个岔路这样 对,对 所以呢,就是诶 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也还蛮鼓励大家了啦 就算即使就是绕了一大圈 如果有梦想真的喜欢的 不是去在意他的物质的收获有多少 而是他带给你那个心理的价值 然后对,你的梦想的成就 然后你的那个喜乐跟满足 是不可以比的 是 OK 好,那在这个之前呢 因为你也有这个唱台语歌 对 像这个《寒阿靠》 《寒阿靠》这首歌 对对对 然后这张专辑也是就是 呃,华语台语都有嘛 明南语都有这样 嗯,里面有一张 有一首歌曲台语唱作叫做 《买要紧张》 OK 之前《寒阿靠》是在讲亲情 就是写给阿公阿嬷的 我就把阿公阿嬷这种比喻成 巷子口的路灯 然后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对台语还是有一个 蛮深的感情在 情感 所以我就觉得 那既然这次要发专辑 应该还是要有一首台语歌 感觉跟上一代好像有一个 连结 对 然后我就觉得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 就是这首歌要用什么样的方向 后来就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北漂的小孩 我原本在台中长大嘛 嗯,然后 也没有漂太远啊 对,也没漂太远 对 然后其实身边 就陆陆续续做了几个工作 也有很多 可能就从南部啊 对 对 对 真的都大家就是 北漂来一起 在这边找工作 对 然后或是说 求学啦 嗯 然后就留下来的 留下来 所以就觉得 好像可以写一首 跟工作有关的歌 然后等于就是对 因为自己也当过社畜嘛 也经历过一些 是 经历过看过别人 就是有一些可能 你需要把别人擦屁股啊 或者是面对一些挫败等等的 在工作的时候 嗯 所以就觉得 呃 所以里面就写到说 失败也没要紧 学乎助手也没要紧 就觉得 我们有时候为了顾全大局 很容易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 但 如果你都没有为自己想 那 其实 嗯 是不是 就是 就没有人别 不再帮你想了 就想说 透过这首歌曲来 抚慰上班族的这种辛劳的声音 最后才写说 呵呵要去看迷你 你要去一个岛位 嗯嗯嗯嗯 所以跟前面的那个 寒阿康完全就是另外一种 然后现在就是 其實也是鼓励 鼓励自己跟这个 呃 跟广大的 嗯 社会工作者 不管你在哪一个层面 哪一个岗位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呼应 那个行阿靠就是 也是一个这种 就是说北漂想念 想念那种 小时候被带大 就是说被带大 然后呢 那个阿公阿嬷的身影 或是什么样 感觉他们就是永远会在那等着你们 对 然后可能做个家事就10块钱50块 真的你知道现在人好多都是阿公阿嬷带大的 因为爸爸妈妈也就是要辛苦工作 也就是没办法 那很多年轻人生了小孩之后 都还是在工作还在拼 等到他们想要享受这个 很幸福的时候 对 亲子天伦之乐的时候 其实都被阿公阿嬷带走 对 就是什么时候是最可爱的时候 对 那就那个OK 好 那你通常都是 创作的时候都是 怎么 都是有一个 模式吗 我通常会先有旋律出来 然后我再把 词补进去 然后这个旋律通常都是在 先有旋律 OK有feel 通常都是在洗澡的时候 或者是散步回家的时候 因为我很喜欢走路 嗯 一个人的时候 对 然后走路就可以大唱歌 然后就会用云云备荡路把它录起来 嗯 然后回去再填词 对再把它词补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 希望大家也会有共鸣 是 也要听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卖啦 哇 这首歌曲叫做晚到的书信 是 没错 哦 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 就是Mark 谢孟琪 那 这张专辑呢 返厨是他的七首全新的创作 对 也是我首张的个人创作专辑 首张个人创作专辑 那也来这边先告诉大家 会有一个这个 专辑的分享会 哦 对 我在8月4号跟8月9号呢 会在台北的后台咖啡 然后台南的City新城市 会举办我的 极光片与音乐分享会 这样 OK 8月4号台北 对 然后9号在台南 9号在台南 详情的话目前还没有资讯露出啦 但是 大家可以follow你的 对对 igmonkeymark0104 猴子马克0104 之后就会陆续的把相关的资讯都会跑出来这样 OK 好 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晚到的书信哦 是 我发现就像呃你的这个整张专辑的这个呃概念哦 都是都是一种就是好像你呃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或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经验 是 然后呢你就有一些的想法 对 然后就回馈出来返出这样子 对 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给这张专辑下的标是一段段经历一层层情绪 我们都在反复咀嚼那些未尽知识 嗯 就是我们接收到每天都会接收接收到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你根本也不只是化工系 你好像中文系 是不是也读过呢 没有没有 是不是中文也很好感觉 还可以 感觉也是蛮咬文嚼字的呢 就是 我很喜欢这些文字给我的温度 OK 嗯就觉得那些还 我们可能接收到的东西还没有马上去消化处理 嗯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需要透过反处的过程去自我对话 然后把这些东西变成圆满也好 或者是就把它丢掉也好 这样 嗯 而且晚到的书信啊 而且还还说也不一定要人家打开看对不对 对 就是你写的那些东西我们彼此都知道这样 其实 嗯 OK 好那其实在这个专辑当中 因为是七首歌嘛 对 然后呃 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呃 那首比较特别的 不要紧 嗯 之外呢 呃 呃 还有呃 就是我想说都跟大家多多的介绍 有一首呢 那个时光的另一头 哦 有反战的意味 对 它其实是一首反战歌曲 嗯 嗯 我就觉得说我们平常听到像俄乌战争啊 伊亚战争这些 哦真的 嗯 嗯 就是对我来说 他们可能真的就是新闻 我并没有真的觉得它发生在我身边 嗯 但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在发生这些战争 是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 嗯 所以我里面就呃 嗯 我就写了跟二战有关的歌曲 嗯 有有关的元素啦 像是蘑菇云 就是原子弹 嗯 蘑菇云 烏龟跟犀牛 其实就是轴心狗跟同盟狗 他们战车的名字 嗯 嗯 等于就是很希望 就是用一些比较隐喻式的包装 来是 跟大家说我们要放下一些 不管是仇恨也好 嗯 或者是一些 嗯 一些卡在身上 心中的事情也好 这样 嗯 好 然后还有 连me time 嗯 对 独处的这个时间也需要 不是me too喔各位 是me time喔 是me time 就是要一个人静一静这样子 我只是想要一个人静 你不是很常就一个人静一静了吗 对啊 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 透过这首歌来提醒大家 你想跟大家连结 就是说 就是每一个人都单独的在那边做宅男就对了 对 它等于是一个要进入反除的状态 因为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常常会跟自己 对话啦 但我自己是蛮缠我这个时间的 嗯 然后可以透过这个me time的时候 呃 把自己很多想法再重新的梳理开来这样 嗯 嗯 去解开一些卡卡在心中的事 OK 然后有一首叫大人童话 哦 对 这首它是我比较 我们说反除就是你要把草再把它吐出来嘛 嗯 就很像一个喂食都逆流的状态 嗯 就是它有点 因为我这首是用比较摇滚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对 你要当牛或当羊都可以这样 吃草 对 消化不良 反复的消化这样 对 然后所以里面就用了一些童话故事的人物 像小红帽啊或者是狗旺的新衣这种 就会想要提醒大家 我觉得因为 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 对 来反思一下 我们是不是正在变成那个我们讨厌过的大人 嗯 可是你的曲风又比较这个摇滚 又比较奋轻 就是又有一点反差蛮大的 对 嗯 所以想用这个比较冲突感的东西来带出 OK 所以你平常都在听什么样子的音乐 我平常 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嗯 一些创作歌手像是许佳穎的啊 然后 都也是文青挂的啊 对 是不是 就比较偏这种 或是说 也没有到那么文青啦 但是他写的歌也可以流行 就是说 就比较有个人风格啦 对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可以从他们的文字里面 就算是不是唱 就不是唱歌的葛大伟 就他的字 他的词里面我觉得也都能够感受到 他 他很深刻的那种想要表达出来的情感 或者是想要讲的东西 是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说 文字强而有力的地方啊 不在于他多么的精雕细琢 他可能 他可能就是很直白的 然后 讲出你心中的 对 就讲中了你心中的那个点 对 就文字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嗯 OK 那你自己在这七首的创作里面 哪一首最难产 最难传 或是说最难搞 哈哈哈哈 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一首 一辈子是多长的距离 为什么 因为我这首是在写人生成就解锁的一件事 哦 所以我那时候我里面就用了很多动物来比喻 像是我说解锁就像候鸟 成就解锁 因为我们都可能以前小时候的成就解锁 可能是雪榜鞋带 煎荷包蛋这种小事情 嗯嗯 但你慢慢长大你可能是呃 变成你要面对 要去哪里 或者你要可能要完成一个环游世界 或去哪里的这件事 嗯嗯 然后那时候就要用很多动物来描述解锁 或是说想把那个办公室的那个那个箱里干掉 哦 哇 不要紧不要紧 类似像这种就科长想要往上爬 那种 也是 也是一种解锁 也是一个解锁 对啊 然后我就像候鸟我就写说 他们离开了熟悉之地 然后要前往飞向未知之境 就是想要透过这些不同动物的描述 所以那时候就想了很多 我甚至还有想一个是解锁像鲑鱼 回友的鲑鱼 因为他们到大海之后 他们要回到一开始的地方 都会回顾 要回去缠乱 而且还就是逆流而上这样子 对 经过他走回去的路 等于他可以看到他过去的一些曾经辉煌 但后来 结果不小心就被我们捞走了 哈哈哈 对 被衣服捞走了 又被我们吃掉 哈哈哈 哎呦 姐姐好像太那个 呃 太实际 太 太粗俗了 把人家的那美好的那个鲑鱼游泳的画面 哈哈哈 不会不会不会 OK 好 所以其实你都有一些的这个 呃 呃 想象的对应的画面 嗯 对 就会想要把大家 就是在看到词 然后听到曲的时候 是有一种带入感的 这样 嗯 对 那还有在就是 呃 on the side 嗯 还有在 可以接 别的事情吗 目前 偶尔还是有接一些主持的活动 之前像校园啊 或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对于现在这样子有歌手跟主持的身份 我觉得蛮好的 嗯 因为我就是呃 有机会透过主持去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我在创作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又可以有歌的东西去让大家 如果你不想听我讲话没关系 你就是听我的歌去感受也可以这样 嗯 嗯 OK好 那请大家记得就是呃 follow这个呃 Mark的IG喔 然后呢呃 8月4号呢 会在这个台北 8月11会在台南 就跳过台中就对了 其实也是想要在台中吧 有点尽相情却是这样吗 没有啊 就是台中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场 哈哈哈 好啦 那呃 呃 我们呢 最后呢就是呢 要来欣赏他这首歌曲 但这首歌曲呢 真的就是呃 像这个孟琪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辈子到底 你会觉得一辈子要走多长 多长 然后对对对 然后你是要在什么样的阶段 嗯 然后你要跟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的环境 嗯 哦 其实呢他就是还蛮可以让大家有很多种不同层次的想法 对 等于有一个回顾祈愿展望这种感觉这样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歌曲 一辈子是多长的距离 谢孟琪的歌曲 谢谢你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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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